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把刀就开到了鸡蛋肉鸡顶价 所以相信鸡蛋和肉鸡很快就会起价了 所以消费人被逼也是要吃贵鸡蛋和贵鸡 不过对于家禽股来说 可能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可能对他们有利 因为他们可以赚多了 也可以改善他们的盈利 好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家禽股 LHI 来看一下他们的技术形势 探讨一下机会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LHI 这个是Leonhub International Broadhub 也是家禽业的大隔 周五起半分钱 收盘在0.595 这是他目前的技术形式 他之前在这里跌了一波 然后开始反弹上去 然后又跌了一波 然后目前又开始反弹了上去 所以目前他的价位 已经来到了他的前高阻力 在这里 要看能不能突破上去 这个前高阻力是在0.60 然后第二阻力0.625 如果他可以突破那么另外一个前高阻力 他是在0.66 而目前的形势还是处于短暂的上升趋势 而MACD也是在水上走 所以他的上升动力将会加强 所以个人估计他是有机会突破这个高点阻力0.60 但是如果周一如果开太高的话 那么这些之前被套拉的套牢盘 那么将会解套也就是卖出解套 所以如果周一开太高的话 个人觉得不值得追 要等他回一条接近这个0.60附近 才比较价位才比较低一点 比较值得投资 OK 第二个加勤股我们看雷红 雷红周五收盘0.285起半分 而雷红的图形目前是处于横盘的 在这个横盘的阻力高点0.32 然后他的低点0.27 在这里波动 我们看在这里起一波 然后又跌回一直在这里横盘 所以目前要看他的方向突破 所以这个顶价取消 估计雷红应该会走回上去 但是能不能突破这个0.32 我们要看 首先他要突破的阻力是0.285 然后第二阻力0.305 我觉得这个0.285应该是可以突破了 但是在这里也是形成重重的阻力 所以要看他能不能继续突破 所以另外一个股CAB 这个也是加勤股 周五起1分半 然后收盘在0.64 这个CAB 之前曾经有大涨一波 不过目前开始处于调整的形态 然后我们画一个这个下降其实线在这里 所以目前他在这里低点支撑0.605 获得支撑 然后目前开始又反弹上去 所以我们要看能否突破这个阻力0.65 还有这个前高阻力0.695 所以这种形态 如果他要回升 那他首先当然要突破他的阻力0.65 然后如果可以再突破他的下降趋势线 那么他可以转跌回升 做第二次的回升 而这个MACD在水下轴 如果他可以升回在水面 那么他的上升动力将会加强 所以CAB是有机会 不过如果他上到这里 可能这里有一些麦压 所以我们要看他能不能突破上去 如果能突破上去 那么这是一个加强上升的讯号 而第四个是Diosync Diosync周期2分 然后收盘在1.34 Diosync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他已经大涨一波了 目前虽然处于上升趋势 但是目前如果去追高 风险已经增加了 近期的高点在1.34 而支撑在1.23 所以Diosync不值得去追了 因为因为他已经大涨了 可是适于有在低价进场的 等看更高的价位 而还没有进场的 我觉得不适于追了 因为追高是有风险 万一他之后起回一点点 然后跌回下来 那么就容易被套在高点 所以目前这个财政预算案宣布 他的肉鸡和鸡蛋顶价取消 是有利这个加勤股的 不过如果在周围很多人去追 尤其是在开盘的时候开的太高 那么就不适于追高 我觉得因为如果追高的话 可能之前被套牢的那些 他们会开始卖出解套 那么就形成一个压力 然后股价就会冲高回落 跌回下来 所以我觉得暂时静观其变 如果有回调才低息会比较稳当 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加勤股的看法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们会来探讨交流一下 好今天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谢谢 不管你要更深入的掌握 每个交易热的潜能十四股及市场机会 你可以花一点小钱 订阅我们的这个市场市占技术分析 资讯服务 价钱也是大众化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Facebook那边了解详情 它的这个链接 我们将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中 而我们也会在每个交易热 侦查及分析当天市场的一些潜能股 来帮助大家更好的掌握 有爆发力的潜能十四股 希望可以为大家赚钱 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